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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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可是在白胡子面前啊 我不觉得他会有这种保留实力的实力 看看那一击造成的破坏吧 那么强悍的冲击力 在场的都唯恐避之不及 乔势却挡下了 凭借着钻石之躯 毫发无伤且一步没退 通过他的表现应该可以这么说 钻石乔治是剑壳的克星 是阴眼都无法轻易解决的麻烦对手 所以如果在阴眼之前 索隆打败他 破了他的钻石之躯 就会是一种变相的证明 证明了索隆终于超越了阴眼 他的攻击是更加犀利的 其实既然白胡子不在了 像马克说的 被留下的人都是自由的 所以乔治应该也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 而在了断之战后 乔治和其他队长一样 都下落不明了 这就给他的未来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他可能会想去争一争One Piece 可能会加入某一势力 可能会在某个角落 遇到迷路的索隆 好生心意气就想分个高低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很久之前伟田买下的伏笔 在结束了Mr.One的对决后 Mr.One问他 接下来难道你想要斩断金刚石吗 金刚石和钻石是一个东西 这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打败Mr.One代表索隆拥有了斩断钢铁的力量 那么为了显示出索隆有了斩断金刚石的力量 安排一场和乔治的战斗 完全在情理之中啊 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 草麻团和海军本部之前应该会是有一场整面冲突的 如果说陆飞的对手是赤犬 那么索隆要面对的将会是三大将其中之一 不管说职业匹配度 还是用数命论解释 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藤武 三大海军大将中 藤武是唯一一个用剑啊 或许也会有人提出词疑 黄元也会用剑啊 他的天虫云剑在相不利群打还和雷蒂较量了一番 虽说如此 但他那把剑毕竟不是真的剑 只是一束光 把天虫云剑当作一个招式名字更好一些 藤武就不一样了 他是实实在在的握着刀 虽然他是果实能力者 可那些攻击基本都是靠刀发动的 所以也就藤武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剑客 在德里斯罗上的时候 藤武出场遇到的第一个草毛团成员就是索隆 当时的气氛就感觉一触即发 之后两个人又在竞技场外面 发生了一波小冲突 认真说起来 这连热身都算不上 最多是种试探 索隆吃惊于藤武的刀很重 毕竟那会索隆还不知道藤武是可以操纵重力的 而藤武也很吃惊 被打入地底 胜负重压的索隆 竟然能挥出一击差点让他召叫不住的飞天斩击 狂热行动中 索隆和藤武才算有了正式的较量 看着是有来有回 但实际上索隆应对的确实是有些吃力的 真要直接纠缠下去 笑到最后的大概会是藤武 好在他们都不济于一时 藤武临时还跟索隆说 胜负留到下回见分校 要是在现实中 这话听听也就算了 可动漫作品里面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伏笔啊 意味着这两人未来会有一战 不过那时索隆已经成长到 注意应对藤武的程度了 说到长毛团必定要面对的对手 其实还有一个 黑胡子海贼团 双方的恩怨纠缠有多深 不用我多说了吧 所以在未来他们一定会有一战 双方都是差不多的人员配置 那同样是用刀的吸流 当时想必是会留给索隆的 而且通过吸流能补全索隆的短板 吸流过去是推进城的看守长 实力和麦泽伦不相向下 虽然他的战术从来没有机会展示 在推进城的时候 面对的都是带着海龙石镣铐的罪犯 和战斗力弱爆的士兵 反甘力约等于零 即使没有果实能力加持 吸流略他们也是毫无压力 等他们越狱成功 绑上了黑胡子这个靠山 又获得了透明果实 拥有隐身能力后 寻常人根本无法察觉他的存在 就连月光莫利亚 科比都被他轻易蒙骗 这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技术 只要一刀在手 想收取别人的性命 那就太容易了 其实已经不配称为一个剑客了 应该是刺客 但能拥有一把有名字的刀 就代表他也是个实力不俗的剑客 至少曾经是 吸流和麦泽伦一起被称为铜枪铁壁 同样是实力的象征 而海军时期的他 最能体现实力的就只有剑术了 从吸流侃士兵的动手来看 他应该属于爆发力强的速度型剑客 再加上能随时隐居行中的透明果实 对于索隆 从防御角度来说 会是个很大的麻烦 他之前面对的对手 都是能随时看到的 所以他的武装色霸王色 都在战斗过程中得到了锤炼 可要是面对吸流的话 剑文社就会变得尤其重要 万一到时吸流来个觉醒什么的 很可能普通剑文社都不够用 还得升级到高级剑文社 所以和吸流一战 我觉得很有可能让索隆的霸气更上一层楼 吴老星是一母之下 天龙人的最高掌权者 也是世界政府的最高领导者 先不说陆飞能不能成为海贼王吧 就看他对天龙人的态度 吴老星对他的各种忌惮 那真是眼中钉肉中刺 如此肩膀弩张的架势 双方注定会有一战啊 这五个人之所以被称为吴老星 是因为对应了金木水火兔五大行星 而且每个人职务后面都会带有一个武神称呼 想必是为了表示他们的实力很强 其中的财务武神 一战巴龙V 那时兽狼圣 是一个戴眼镜 身穿和服 手拿五十刀的光头大叔 而且那时兽狼 这个名字就一股浓浓的和之国味道 把这线索结合在一起 这人一定和和之国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很难让人不去联想 这是为索隆准备的对手吧 索隆的心刀 霸王社的觉醒 全都是在和之国完成的 正让索隆的实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那么这个仪式出身和之国的兽狼 也一定能给予索隆一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通过对战 让索隆从兽狼身上 了解到更多用刀的技巧 让他能和刀更好的配合啊 比如说 索隆现在已经有两把 大快刀二十一弓的敏刀了 怎么也得给他凑足三把啊 而兽狼实力那么强 又是站在世界顶端的大人物 他手里的刀肯定不会是凡品 不然配不上他的身份 说不定就是二十一弓中 某把未出世的敏刀 等兽狼输给索隆 那倒不就自然而然落入索隆手里了吗 这样装备也终于算是更新结束了 对于未来能打败鹰眼也能多几份敌气了 索隆在动态已被碾碾的姿态败给鹰眼后 这个名字也就被观众深深的记在脑海里了 从此以后 所有人都知道了 再见到终点 索隆会遇到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 强大不允许索隆在途中 输给任何一个对手 强调索隆所有的成长进化 都是在为这一战做准备 鹰眼这个对手是索隆一开始就给自己定好的 不存在任何变数 因为只有打败他 索隆才能名正言顺走到世界最强建好的位置 才能实现和古依娜之间的约定 换句话说 鹰眼是他的终极垫脚石 也因此这个对手 是所有人都可以百分百肯定的 估计任何观众进来之前 看到标题时 脑子里也都会浮现出鹰眼的名字 其实本来我以为故事的发展是 索隆会在草莫团得到One Piece后 去找鹰眼来个巅峰对决 决定谁才是真正的最强建豪 可没想到故事转折来得如此突然 一向独来独往的鹰眼 竟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组织 继而又被巴基裹鞋 残祸进了One Piece的争夺中 这样一来 说不定会在到达拉夫德鲁之前 为了抢夺One Piece 索隆就必须得跟鹰眼分个胜负 怕只怕到时会是个多方混战 我还是想有个终极二人之战 其他人就在旁边看热闹好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觉得我究竟能猜中几个呢 又或者你们心中还有其他的有利人选 不如留言区讨论下吧 等到海贼王结束再回来看看 到底谁压得更准确 影片到这边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终极 订阅分享点赞 让言说法知道我是有在工作的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